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百九十二集 内力之毒 展昭和白玉堂听了天尊和殷侯的话都有些无语 这只能说是悲剧了 狂魔的内力相当的不稳定 受狂魔的情绪影响 而最麻烦的是 这种内力不会死 内力不会死 是说练了狂魔内力的人不会死 不是 是内力不死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要是不理解 狂魔封魔之后 下山到处伤人 他时而清醒 时而不清醒 然后他怕自己再滥杀无辜 于是躲到了深山自尽 那也算是个好人 可是他死前被一只蝙蝠咬了 那蝙蝠后来又咬了一个路过的侨夫 于是那侨夫突然变成了武艺高强但实心疯的高手 这内力会传染啊 是完全传递给了那个侨夫 后来那只蝙蝠也死了 当年的大神捕彻查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发现了那只蝙蝠 蝙蝠内脏石化 十分的诡异 那后来呢 后来那侨夫回家之后 先将欺负他的村中地痞杀了 最后滥杀无辜 为祸武林 说起来啊 连城狂摸内力的人大多很残暴 还不止他一个 嗯 后来侨夫被一个高手打死了 但是内力却传到了另一个不相干的人身上 根据大神捕的调查 侨夫死后 尸体被乌鸦灼石 之后中招的是一个山中的猎人 他似乎被狂躁的乌鸦灼伤了 且乌鸦有石化的迹象 那等于是一种毒 而不是内力在传播 没错 但更奇怪的是 在这种传递的过程之中 练成狂摸内力的人 武功越来越高 而且内力也越来越稳定 因为越来越纯正吗 嗯 我们听说狂摸内力 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 狂摸已经变成了一位死球 貌似他被老鼠咬伤后 便神功盖世 成功越狱之后 杀了当年的仇敌 最后被武林各大门派追赶 一直跑到了山里 等大家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被狼啃的 只剩一副骸骨了 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去 那是在哪座山啊 没有仔细研究过 不过应该是在西北边关的山里 地点吻合 当年宣言杰会不会是被那只狼咬了 有可能 那为什么他没疯啊 当年最后一个狂摸死的时候啊 我和老鬼还很年轻呢 这个事情发生了快有八九十年了 宣言杰那事情 也就是二十年前 于是当中空了几乎六十年 狼没法活过六十年的吧 而且他没有生活在荒芜人烟的深山里 可能传宗接代了 那只咬了狂魔的狼铲仔之后 内力传给了狼仔 就这么传了几代之后 那内力稳定了 毒性也减弱了 于是 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啊 如果真是如此 那可谓是奇缘了 可惜奇缘没造成什么奇迹 而是害了北海千千万万的百姓 这么说起来 宣言杰可比一般的暴君不可控得多 他是在受自己内力支配 于堂 你接近他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此时 赵普的军营中 公孙调配好了打仗需要的大量药物 出门却找不到小四子了 跑到赵普的中军帐 就见赵普正看地图呢 赵普抬头 看到公孙一脸着急 就对他招了招手 公孙跑进去 赵普指了指自己的腿 公孙凑过去一看 就见小四子裹着条羊毛的披风 趴在赵普腿上睡着了 赵普将一盒子点心 递给公孙 嗯 儿子给你做的 公孙捧着点心坐在一旁 边吃边看小四子 怎么样了 嗯 赵毅他们就查了一趟 北海军兵整肃 战斗力看起来很强 得小心应对 这时 外头杨绍征 跑了进来 冤 他的帅子还没出口 赵普和公孙 一起看他 噓 有人想见你 什么人 赵普愣了 摸着瞎巴 响了一下摇了摇头 一个北海的 自称叫寻月白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说就传个话 你可能会见他 传什么话 他说他想跟你合作 刺杀轩辕杰 见不见 你看着他像蒋干 还是像黄盖啊 都不像 倒像个卖草鞋的 像刘备嘛 这时 小四子醒了 一眼看到公孙回来了 立刻扑了过去 爹爹 公孙派着小四子 哄他继续睡 让他进来吧 好 会不会 是北海派来的奸细 有可能 可能是炸响的 不过 也有可能是来求帮忙的 帮忙 轩辕杰残暴无道 自古有暴政之处 就有抵抗 太过残暴的结果 就是树敌太多 众叛清理 北海居民 不会为了他的野心 而甘愿做他的武器的 一旦打起仗来 死的北海人更多 关键就是 就算轩辕杰打赢了 北海人也没好日子过 万一打输了 他们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很有可能会被报复 或者奴役 所以 难免有人动了造反的心 你准备和他合作吗 看情况 有时候造反上去的 未必就是好的 说不定 还不如雪原破 他为何不就近 去修西夏或者大辽 而是来找你 你这书呆别看 平时挺精明 其实就是个老实人 什么意思 西夏和辽 离北海近 他们是接壤的 那两家都主张 北海分裂成几个小国 说这样 他们就翻不起风浪了 是这么回事啊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辽和西夏不敢和我斗 可是敢跟北海斗 万一北海分裂成了小国 不用多久 就会被那两国吞并 到时候 我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啊 而且这两家 都不是善差 辽王屠杀外族有千例 北海的百姓 可能会从此沦为奴隶 成为西夏和辽的金库 北海百姓一辈子 都要为这两国创造财富 自己永远翻不了身 我就不同了 我主张保留北海 最大的利益和最强的兵力 这样可以制衡 西夏和辽 反正北海与我大宋不接壤 他们三家实力差不多的 就得死磕 到时候啊 都得讨好我 对我有好处 公孙忍不住笑了笑 赵普这老谋深算 这时门外也传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 九王爷果然足智多谋 公孙明白 赵普这话就是说给进来这人听的 他抬起头 只见一个相貌平凡的中年汉子站在门口 欧阳带着他一起进来 那人站到中军帐内 对赵普行了个礼 寻月白 见过九王爷 你有什么把握能杀了轩辕杰 我们有很多人 准备了很多年 潜伏在皇宫内外 哦 我们的亲人都是死于轩辕杰之手 所以 只要能杀了他 我们愿意做任何事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轩辕杰有妖兵护国 不知道九王爷知不知道 妖兵 有点意思 仔细说说 北海郡王府内 轩辕破跪在轩辕杰眼前回话 没找到 你个郡王怎么当的 找个人都找不到 黄兄 你也太遵容你的百姓了 一旁轩辕杰 边擦手中的宝剑 边对着轩辕破 说风凉话 百姓都不怕你怎么行啊 要让他们不敢收留外地人的法子 可多了去了 白玉堂啊白玉堂 你这招欲擒故纵可要了我的命了 简直是无妄之灾 一旁 国师原名替轩辕破求情 皇上 那人武功很高 若是他有心要躲起来 的确是很难找到 轩辕杰皱了皱眉 这时 怀福走了进来 走到轩辕杰身边 皇上 我问了那掌柜的 据说那位公子提起过 他来北海 是为了买一张 雪松琴 轩辕杰愣了两酒 忽然笑了 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你去将兵马都撤走 是 怀福下去办事 轩辕杰吩咐轩辕破 派人守住城门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你让人走 人也不会走的 父皇 你要找谁啊 轩辕杰不说话 独自出神 父皇 轩辕杰话没说完 突然接收到轩辕杰 一道冷冰冰的目光 轩辕杰一惊 他虽然得宠 不过轩辕杰喜怒无常 他也不敢造次 赶紧告退 跑了出去 等人都走了 轩辕杰忽然伸手 抓住虚空 似乎是拉着谁的手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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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玉儿了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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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